闭家火,替楼有陷阱 不对版,规划和去套,货不对版 不对脑,车程几分钟变几个钟 不合格,不正义书都没有,当然是书 不买楼,没饭你吃,没车回家 买了楼又怕难尾收不到楼或是迟收楼 收到楼又怕交楼不准难到飙冷行飙眼泪 不用怕,替楼今日找我们GC Global 环与顺盘 我们GC Global 环与顺盘 是全港唯一一家上市公司附属机构 专业大湾区的物业专家 我们多年来和各个发言商感密合作 我们的专业顾问和合作团队 将市场最新消息,熟知行情绝无套路 真诚为你遮风党雨,被雷,被坑,被总服 承讯为你提供最专业,最贴身的体楼安排 G服务,以个扮演后期一系列手组 揭成帮助你置业大湾区 让我大湾区置专,最优越生活 借拨打GC Global 环与顺盘24小时 热线电话6963-0900 才算最适合你,最适合你的体楼安排 及设身继续的行程 170-0900 170-0900 270-0900 370-0900 170-0900 270-0900 170-0900 170-0900 Hello大家好,我是华尔上帮のKaren 一成珠海半成华法 你一定听过 在珠海,你可以不懂得 什么开发箱 比如哪里开发箱 但是华法你一定要知道 在我身后这么漂亮的环境 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项目 就叫做华法四季云山 没错 它在乡州的一个市区中心位置 属于一个南湾片区 而这个项目其实也可以看到 黑白面将军山 就是它可以看到一个山景 而且在这个项目里面它也是自带泳池 属于一个豪宅品质的小区 接下来我们立即去了解一下 我们的区位沙盘 OK 现在我们就来到华法四季云山的手套部 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我们的区位沙盘 首先这里有个屏幕 其实这部分主要是说什么呢 主要是说我们这间位置 因为它是位于南湾片区 我们四季云山这个项目的话 主要周边已经是超过150万方的一个商业体了 就是它造成一个大的长廊 好像从这边最右边开始看呢 南湾介入广场 海映有一成 还有我们自身的 还有会有这个星河 Coco Park Coco City 华法的商业体 还有华法雙都等等 所以到时候它的商业街部分 即周边的衣食住行 下楼就已经解决了 OK 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小区的在售产品 这个小区的话 它的占地是36,000方的 总共有8栋楼 8栋的话 它都是32、33的高层洋房住宅来的 那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售就是5号楼 6号楼和8号楼 OK 因为这个楼盘其实是属于今年全新开的一个楼盘 开了没多久 但是它已经有一个畅销的户型 81方的户型已经是卖完了 所以就加推了这个6号楼 就是前面那两户就是110方的 户型上来说的话 留一点点神秘感 待会再带大家去实地参观 其余8号楼的话 它就是两梯6户的一个格局 这一栋主要是小户型为主 当然这边的入场价 因为它都是在这个香州的市区中心位置 所以的话无论是交通 医食住行 甚至医疗配套等等 它都是非常完善的 而且的话是由华法亲自操刀的 所以无论在品质 交标亦是户型设计方面 绝对可以给大家一些惊喜 OK 现在的话就上到这个 五栋的一个实体示范单位 进来之后的话 其实就看到一个很壮观了 因为这边的餐客厅 是去到5米5的开间的 这里的话足足是放了一个六人桌 然后的话这边的位置 其实就是会做了一个大L型的厨房 大L型的厨房 但其实它里面的位置 它是没有预留到冰箱的位置 换言之是冰箱的话 就做在哪里呢 做在这边的位置 它就预留了位置 做在这边的位置 就是餐边柜这边的位置 接着的话就是我们的客厅部分 客厅部分的话 大家其实可以留意到的 我们就是所有户型 它都是会有送这个 全屋的中央空调的 因为这边的一个是属于一个豪装膠标 接着的话就看回 阳台和客厅一样是这么阔的 5米5开间的 然后我们这边是南向 看到什么呢 第一个前面的水景位置 因为这个是中族园林 OK 然后的话稍为高层一点的话 这里还可以看到 很清晰地看到泳池景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只是三楼 所以的话会有部分的 园林遮挡 OK 再远一点的话 那个就是黑白面将军山 那就是有山有水 OK 然后的话看一下房间 那它是传统的一个动静分区 其实它走廊是不算很长的 因为八一方的话 它是做三房 OK 这边的公共卫生间位置的话 它空间都是充足的 亦都有名窗 彩光等等 到时候这些标准的话 都是会有的 就是交楼 OK 然后的话呢 这边的话就是伺蛾了 伺蛾的空间 它就是放了1米半床 同样没有做衣柜的 大家也都是要留意一些细节 就是如果它没有做衣柜 你要有没有位置 能不能够做到 下床位充足通道等等 OK 跟着这边的话 会有一个小小的 你可以当它是做书房 事实上这里有个点 要跟大家讲清楚的 正常来说这里是会有个门 进去主人房的 那为什么它封了呢 它就封了这个门 拆了这个墙做一个门 然后转弯回来 这个位置就是主人房了 它这个设计是有一些 巧妙之处的 途径就是我们主卧的卫生间 里面也会有飘台位置 可以更加多储物的空间 然后就回来这边 就是我们这个全景的飘窗了 这个主人房的话 肯定是做了米八床 同样也带衣柜各方面都有 其实它这个示范单位的话 它是将三房改了成两房的 就是主人房和旁边的房间 就打通了 刚才也看了这个单位的价钱 是去到多少呢 现在总价的话 大概是去到 三百九十几万 即是四百万左右的 入场价 OK 这个面积段 做这个大厅大三房的话 是非常之舒服的 接下来我们再去看看其他户型是怎样的 OK 现在就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我们八十七平的三房两厅两围的单位 入门之后的同样的 它也是会做了一个圆关柜 在这个位置的 这个样板间的话 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设计方面 首先它U型的厨房 其实它这边是将场打通了做了玻璃 显得整个屋院内的一个空间感会非常之好 而且都会有名窗设计等等 OK 然后的话再延伸到里面 就做了一些收纳架等等 还有餐厅位置的位置放置四人桌 OK 然后的话 在我现在所在位置这个客厅的话 它是三米五的开间 三米五的开间 跟羊桌是一样的阔 但有趣的地方 在哪里呢 就是在院 我们这边 它是将这间房完全打通了 其实它三房它现在就改了 我要两房就足够了 这里我可以做一个活动的空间 好吗 但其实实际上如果你说是要做房间的话 其实你看看的深度是OK的 放床方面都没问题的 然后的话就是这个公共卫生间的位置 同样的也是中规中矩 包括一些交标 其实相对来说质感方面 是真的比一般的交标要做得高级很多 是了 OK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做回儿童房了 大家可以看到的空间位置是小一点的 但是呢 就该有个地方 都会有 就是给小米仔用嘛 是吧 OK 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主人房位置 主人房位置的话呢 其实它飘窗位没那么高的 它做了一个设计啦 它做了一个升起身的櫃 可以多了一个收纳空间 是了 好了 然后在这边的话呢 也是做回了一个衣柜位置啦 还有我们的一个主人房里面的卫生间 它87平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做到两个卫生间 我觉得相当之是算是实用的 同样还有另外一个户型的话呢 它就是85方啦 85方的话呢 它可能只是做了一个卫生间而已 是的 所以的话 如果我们考虑小三房户型的话 这个是真的非常之正 它的总价可能是大概290几万 就可以上车了 OK 接着的话呢 再看一下我们的胶楼标准到底是怎样的 OK 那看了几个示范单位呢 大家都很好奇 所说的四国云山的这个豪装胶标到底是怎样的 现在就带大家看一下 首先入门口的话呢 它是会有赠送一个圆关柜的 它的柜的质感各方面 颜色设计方面的话相对来说 有一质感 还有就是这个 锅木质的也是防火门来的 它会做了一些线条感 包括一些战能锁 看起身整体的轻车风的档次感 我觉得是OK的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厨房位置 厨房位置的话呢 用的板材 包括造台等等 这些给我的质感 都是不错的 包括它也预留了一个双门雪柜的位置 因为它是108方 但是它这里是做了四间房 而且的话呢 我们香港的朋友也最喜欢的就是横厅设计 横厅设计的话 这个开间到底有多少呢 这个开间的话会有六米 对了 包括阳台 所以的话是非常之宽的 因为它少了个走廊位置 所以的话它利用得很充足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房间 这个房间的话就相对来说会小一点 也可以参考人家的设计 会做一个塔塔米这样利用 它就可以更加多位置去做衣柜 或者书桌等等 OK 然后在中间这个位置呢 没错了 它这个位置比较有趣的 它可以给你做书房 就是做了一个玻璃托门 同样这个位置里面的空间的话 其实跟刚才的房间是差不多的 可以作为一个功能房去使用 然后的话呢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公屋卫生间位置 公屋卫生间位置 因为和洗手台是分开了 即是有时候屋苑住的人多的时候 早上欠洗手间 同样也会有歌室分离 但是马桶位置就相对来说会小一点 接着这个房间的话呢 它是属于主人房旁边的这个嵌 会比刚才那两间房稍微大一点 而这里呢也都刚刚好 它有个陷入位置是可以给你做一个衣柜位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比较细心一点 最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主人房空间了 旁边这边主人房空间的话呢 同样进来之后的话呢 它的空间是非常之舒服的 比起公位其实来说 它的位置是大很多的 OK也都会有个飘台 是的 然后我们主人房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都是我们的交流标准来的 都是做了一个背景场的设计 是的 还有也是一个全景飘窗等等 你说放米八床这些绝对没问题的 OK 那这个单位的话呢 其实同样的 其实都是要去到接近四百万 就是三百九十万左右的价钱 那为什么同样 刚才八一方就做三房 这里一百零百方法而做四房呢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它是两梯六伙 所以它工摊少了 那当然它就会更加之实用 但是那边八一方做三房 它都有个非常大的餐客厅 还有它是做大三房 就是房间它会更加之舒适 而且密度相对来说会低一点 是的 那就是各有优势的 OK 那看完几个户型之后 跟大家简单做一个总结 OK 那看了几个十万单位 包括我们的一个交流标准之后 其实Karen其实是有感觉的 就是这个项目她是真的用心 就是去放在这个我们真真正正的质量 和各方面的设计上的 OK 那然后的话当然了 这个项目的话它也是会 就是相比起身 譬如好像龙江九龙湾那样 它的价格来说的话它会贵一点点 但是这边整体的叫做我们的圈层 和它的一个社区打造方面的话 确确实实是起码高了一个档次 是的 那因为这个区域的话呢 更加多香港的朋友仔 它都会去对比回譬如可能说 西区啦 譬如可能说坦州啦等等 那当然这边毕竟它也是作为主城区 是的 譬如你好像是我们回去香港那样 那这里的话很快就 大概可能十分钟就回到这个人工岛了 再回去自己的屋苑内的话 那可能全程讲的都是不需要一个小时 所以的话很多我们香港澳门的朋友仔的话呢 过来珠海这边 只要它是叫做不介意 价格高一点点 它基本上都会选回市区的 OK 那如果你说是想少些银码 就是说我想给少些钱这样 那这样就多数可能会去选择坦州啦 去西区啦等等 那当然这些都是会有比较好性价比的选择 那还有这个项目的话呢 就是它也是可以做按揭的 那也是可以做回国内的银行啦 做太八成 就是给两成的首期 那就可以上到车的了 OK 那然后的话呢 最紧要就是 我们观众朋友的话 有些什么问题 吸市 记得评论区或者Whatsapp 反应回给Karen 那还有我们的朋友仔 还想看什么项目的话呢 我们逐一去带大家去探讨 去实地考察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会和大家分享更加多珠海的一些 好吃好玩 和一些帥仔的项目去给大家 OK 那我们今期的分享的话呢 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大湾区免费看楼安排 立即报名预约啦